用彰化醫院披掛櫃台前 一名靈性婦人上一秒 還在跟旁邊穿白色商品的女子聊天 沒想到下一秒突然失去意識 整個人向前倒下 白衣女子發現趕快將她拉住 避免頭部撞到地板 那旁邊民眾也趕緊來幫忙 披掛櫃台人員立刻呼叫急診 急診護理師貨報之後 也馬上到場將她抬上單架 送往急診室 好 經過正義醫師多次會診檢查 最後確認靈性婦人是 甲撞腺機能抗禁造成的心肌梗塞 由於這樣的案例是相當罕見 有可能是非典型的表現 那靈性婦人在加護病房 及普通病房住了九天才出院 她表示前一陣子同事都說 她瘦了很多 沒有量過 並不知道瘦了多少 大概有五六公斤 之前她好像有兩次的胸悶及頭暈 心臟也有不舒服 但她沒怎麼在意 過去也沒有心臟病史 更沒有甲撞腺機能抗禁的家族史 至於怎麼會突然倒地 她說她在昏倒之前幾秒突然頭暈 之後的事她就不記得了 還好在倒下的第一時間 有醫護緊急處置 救回台密